外康医疗1789主工研发及产销骨科值入物 为内地最早参与人工关节生产企业 当中包括室关节、宽关节和脊柱假体 及3D打印技术 集团中期收入半年增加9.4%至4.79亿元人民币 纯利大增25.7%至1.63亿元人民币 其内业绩优于预期 主因受为国策支持 销售及管理费开支因疫情而下降 为研发力度增加 反映行业的景气理想及优质龙头的经营运性 前述多项产品为集团主要收入来源 加上其可利用国际学术资源积极开拓市场 将于上半年完成对北京李贝尔生物工程研究所的收购权益 有利集团加强脊柱和创商产品线 面对内地人口老化加速 内地医院进行关节手术增加 集团近年于业内增长速度优于同业 主因产品线多元能满足手术需求 加上性价比较高 有助推动其市占率维持上升趋势 此外集团已于年内推出15-20款产品 当中3D打印人工骨盘系统 适用于骨盘区域的肿瘤撤除重建 以帮助患者恢复行动能力 加上毛利率高达80以上 教同业增长理想 此项目占备市场重视 令其下3D Act相动传欢翻修系统 则适用于宽扣侧骨缺损病人 能为医生提供简单有效的方式 进行宽扣重建 有效降低骨科医生的学习曲线 能简化手术进程和提升品牌形象 前景看肖 建议可回市22.5元以下收集 目标价27.5元 跌穿20元紫食 中文字幕提供